针对英国爆发的变异病毒的情况 疫苗生产商辉瑞及莫德纳军表示 现在市面上的新冠疫苗也仍然可以抵御变异新冠病毒 但具体结论就需要研究观察后才能确定 莫德纳表示正计划进行实验 已证实起疫苗对所有菌株都具有免疫性 目前动物和人类血清实验已经证实 疫苗对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出现的各种变异病毒 都有同等的免疫作用 即使免疫性出现问题 科学家也能够快速重组疫苗中的基因物质 并以最快速度推出有效疫苗 整个过程不会超过六周 而与辉瑞一同研制疫苗的德国生物技术公司 Biontech行政总裁萨英称 根据科学实验 辉瑞公司生产的疫苗对于变异病毒仍然是有效的 他表示辉瑞疫苗包含了1270种氨基酸 而变异病毒只有9处基因发生了改变 这意味着99%的蛋白质仍然是相同的 不过还需要两周左右的时间进行数据收集和研究 得出确切结论 加拿大广播公司综合了家通社 美联社和路透社的报道 做出分析称 疫情爆发以来出现过不少新冠病毒的变异情况 这次并非首次出现变异情况 但与原先的新冠病毒相比 这次变异病毒序列中出现了23处突变 变化数量较高 可能会加快病毒的传播能力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发布声明称 根据早期数据 无直接证据表明变异病毒会造成更严重的疾病 或对免疫反应或疫苗有效性造成影响 但仍需要更多研究来证实上述结论 截至目前 加拿大累计确诊超过55万例 所有确诊病例中 境外旅行感染者占比不到2% 但加拿大公共卫生部门也强调 由于变异病毒的特殊性 未来仍有可能发现更多变异病例 呼吁民众仍应遵守防疫守则 减少出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